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学员 大家晚上好 我们已经做过这个预告的了 今天下午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topic呢 其实也是之前的网友们呢 大家有兴趣想知道的 其实我也一直想讲这个topic 这个星期呢我就记起来了 因为上个星期我们讲这个派息多的公司 是不是就是一定好公司呢 这个topic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同学Gary提出的 so另外的这个创业版跟主板呢 也是有蛮多新手朋友呢跑来问我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必要要讲的 其实对我来讲呢 创业版跟主板呢 我希望可以讲两个部分两层的 第一个呢就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的上市条例有什么不同啊 好像我们今天做的预告里面讲到的 这些公司的数值一般上面有什么差别 还有你投资这些公司的风险又在哪里啊 那第二部分呢 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比较针对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的理解的 就关于回酬的部分 具体一点呢 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是IPO的次星股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呢已经讲过的了 无论你是主板上市或者是创业板上市啊 你的公司上市了过后呢 如果股价掉下来 然后将高股了的泡沫全部抹掉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投资价值 那这个呢是价值投资者呢 应该多点关注的东西来的 OK然后呢 尤其是针对创业板的部分 因为创业板的股票呢 股价往往是低过主板上市的公司的 所以这些创业板的股票 如果它跌下来 Under value 低过IPO price啊 公司又是正常运作的 以后它回升上去的空间呢 可能幅度来讲呢 就会特别特别的有吸引力 就很容易会出现一倍两倍 甚至更高的这个return 当然这个不是任何的公司都做得到的啊 要看公司的生意 要看他们的基本面的 那再来呢 还是我讲的这个回酬前在回酬方面 一定会有同学问我的 创业板的公司转去主板 会不会有一波的行情出现 OK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哇 要讲的话呢 可以讲很长的 因为这个东西 曾经是 我们自己 以前我跟我们自己的松大学员呢 也是讨论过很多次的 甚至我以前呢 是这样子认为的 创业板转去主板的上市公司 在马来西亚股市里面啊 用这种切入方法去找股票呢 它的成功率 就是它的把握啊 一度高达100%的 也就是说 当年 注意啊 当年 用这种方法去找那些创业板 有机会满足转板条件的 然后你参与它的行情啊 到这些公司真的能够成功转到主板啊 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是 guarantee能够赚到钱的 那这个就是很恐怖的 因为这种就是叫做 百发百中的选股策略 真的是存在过的 但是现在 是不是仍然能够 保持同样的威力 准确度 把握 还有幅度呢 我不敢讲了 因为 凡是策略 知道的人多了 它是会变化的 可能大家都拆这个公司 以后有机会转去主板的时候啊 买入的人呢 会越来越早就出手 以及买入的这个 下注的这个重手程度啊 会越买越重手 所以 这种策略 它的时效性呢 就会提早 OK 以前呢 是满足了转板条件的时候呢 人家才去炒他的股票 或者追捧他的股票呢 我们不要用炒啊 因为 价值投资者 不是太适合一直讲 这种 不是价值投资者 喜欢的字眼啊 so 当人家发现 它的价值的时候 追进去了 这个公司的股票的 demand supply变化了 买盘来了 它就会升得特别的快 以前 是满足条件的之后 才有人去追捧这些股票 后来大家发现 这个做法 哇哦 好像我看看 陈建老师讲到的 百发百中的策略哦 所以买入的人就会提早 还没有fulfill条件 就开始买入了 还没有fulfill条件的 两个季度前 甚至一个财政年度之前 就开始有人买入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造成股票提早上升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有些策略以前是work的 后来呢 它就没有那么work 会失去效果的原因了 嗯 这个东西呢 也是坦白讲 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来的 一种策略啊 知道的人多了 真的 它的时效性 或者说它的效用呢 是会下跌的 甚至 就没有效了 呃 这个东西其实不难理解 跟很多的做生意的 大家知道的 好捞的生意 容易赚钱的生意 就会引来很多的竞争对手 大家 你copy我 我copy你就会开始丢价钱 然后 生意就开始没有那么好做 所以 啊 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复制你的 或者是说 呃 你 静悄悄的 不要给人家知道你那么的好赚的 啊 我们有句话去形容这样子的生意 叫做 闷声发大财 在我们以前 啊 其实就几个月前吧 跟大家做了这个Facebook直播分享里面呢 有一期的专题呢 就讲到 股市里面的隐形冠军 Hidden Champion 其实隐形冠军的其中一个特征呢 就是 他很低调 啊 可能这些公司的老板啊 是故意低调的 他不要给人家知道他这么的好赚 so that 他才可以继续的闷声发大财 如果大家都知道你那么好赚的话 就会来跟你抢生意 或者 涌入来投资的资金 就会大幅度增加 参与者多了 就要抢吃了 就好像现在马来西亚到处都在开 手摇奶茶店这样子 对不对 ok so做生意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股市里面也同样的 你有一些方法 很特别的方法 可以在股市里面赚到钱 啊 通常这种方法呢 都是占有一些资讯不对秤 啊 就是有些消息你提早知道 或者有些消息你知道 人家不知道啊 的这种情况 你占了这些先机呢 你就可能可以赚到这个钱 但是知道的人多了 这个策略就会失效了 在以前我们研究技术分析的一些特殊的指标组合的时候呢 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事情的 一开始我们将几种指标 技术指标的这个混打起来 我们发现很好用 但是知道的人多了 这个策略就开始失去效果 ok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啊 我们现在只重点教大家 跟大家分享基本分析 或者叫做价值投资的原因 因为如果是一个生意的不断增长 公司的价值越变越强 尤其是这些公司的产品 能够解决客户的需求 这些公司的产品本身都在越来越受客户的欢迎 所以他们能够赚越来越多的利润 那这样子的公司 它的股价上升的空间 其实是没有这么容易去到说天花板的情况的 天花板 sealing and flow 也就是说它的发展空间啊 ok之类的 所以只有价值投资呢 才可以让人人都知道的公司 人人都知道的白马的股票 不是黑马对不对 白马的大家知道它很好捞 对吗啊 大家都来买 这些公司都还可以创造出足够多的财富 让股东们一起都看到升值的效果啊 这种一定是那种win-win-win的这个business model win-win-win的situation的那些上市公司呢 它的产品能够deliver value给顾客啊 然后顾客也很愿意给钱这个公司赚 购买它的产品跟服务 通常只有这样子的企业呢 才能够基业长青 那基本分析或者说价值投资是去找这种企业的 找这些股票来投资的 所以呢 大家就会赚开心的钱 就不会说我赚你的钱或者你赚我的钱 那因为这种zero sum game呢 是很痛苦状态的 所以有些投资者好像巴菲特还有他的派档 就将这种利润叫做痛苦钱 那他们呢就觉得 这些钱不是他们想赚的啊 那价值投资呢 那其实原本就应该要找那种好的生意能够长期产生价值的 我们在这边讲价值投资就是因为价值投资是基本上 那时效性是不会失去的 就是价值投资这个方法是永远有效的 我之前也在YouTube上面呢 剪过一个片段 也是我们之前在这个live的时候讲到的一个观点来的 人家说巴菲特的策略会 巴菲特的这个策略会过时 其实不会的 当你看中的是公司的生意 能不能够解决人家的问题 然后长期获得合理的利润 那这样子的公司 他就会有投资价值 等他便宜的时候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去买入的话 其实就是价值投资的最简单的一种实行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 可以让很多很多人的资金参与进来呢 都不会说 突然间没有效果的 但是一些太过刁钻的做法呢 他的能够使用的范围呢 就会很小 相对来讲小很多 那我们之前研究的一些技术指标的combination 是其中一种 我刚刚讲到的 创业版的股票 转主板 也算是一种 知道的人少的时候呢 这种策略就会很work 但是知道的人多了的话呢 这种策略呢 就可能没有那么的work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这种策略呢 应该还有参考价值的 OK 我叫大家 我比较克制的讲是 不想大家太过的兴奋 当然你知道 但是突然间遇到一个大事不好 大家都不敢买 那你还是会看到很多机会的 所以关键还是 你对那个公司的真正价值 有多深入的了解 你才可以做出一些 在别人不敢的时候 去买入的 反向投资的动作来的 反向也是价值投资者的 一个经常要思考的问题 但是不是随便的人气我取 而是你做了功课 有足够的把握做这个事情 感谢观看